他是山东隐形富豪,在其他人吐槽疫情期间事业发展不顺利的时候,他靠着手套制作工厂短短18个月狂赚130亿。 小手套却有大智慧,47岁公司才上市的他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呢? 本期创始人观察将为您讲述手套大王刘芳毅的故事。 刘芳毅1970年出生于上海,父母都是业界内小有名气的工程师。 因此,家境优越的他从小便被父母教导要好好学习,在教育资源上,刘芳毅先天性具有绝对优势。 但他并没有放任自己沦为平庸,而是抓住了这次宝贵的机会,从小学到高中,他的成绩在班内都居于前卫。 刘芳毅高中毕业后,父母更是借钱将他送到美国留学,为了日后的发展,刘芳毅选择了电子专业这项未来前景比较光明的行业。 而来到美国之后,刘芳毅才真正知晓了什么叫没钱难倒英雄汉,他的学费每年高达一万五千美金,住宿费和吃饭的费用加在一起,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。 为了缓解家庭压力,他开始半工半读,用赚的一些零钱补贴生活费。 但由于美国实习很低,因此刘芳毅赚的钱并不多,为了能够多赚点钱刘芳毅脑袋都快要想突了。 究竟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才能比较轻松地获取高额回报呢? 1989年是刘芳毅人生的重要转折点,那一年他的一个远房亲戚手头存有一批医用乳胶手套,由于某些原因在美国滞销了。 货物来回转运也不方便,因此亲戚决定低价出手回回血。 得知消息的刘芳毅欣喜若狂,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他一下子清醒了过来。 当年艾滋病肆虐美国人整日提心吊胆的,像是医用乳胶手套这种医疗用品简直就是热销品。 为了能成功拿下这批火,刘芳毅东拼锡凑击了一些钱,先将货物的首付给付清了。 刘芳毅开始利用空闲时间售买这些手套,起初他并没有抱太大希望,毕竟自己刚开始做生意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。 幸运女神最终还是眷顾了这个爱拼的年轻人,她的货物在市场上简直供不应求,仅一个月的时间刘芳毅便狂赚了8000美金。 这些钱在之前是刘芳毅想都不敢想的,这可是将近一年的学费啊。 这种经营模式让她嗅到了更深层次的商机,那个夜晚刘芳毅坐在美国的街头,心中暗暗下定决心要做乳胶手套的生意,她就算是砸锅卖铁也要干下去。 凭借着这一股出生牛独不怕虎的闯进,刘芳毅不顾家人的反对,果断从学校退学。 当时的家人希望刘芳毅先读书,有实力了再去做生意,免得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。 但刘芳毅知道机会不等人,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,日后想要靠着这个赚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 当初想出国目的就是为了回国之后有好学历,能够找份好工作挣钱,让家里人过上好生活。 既然现在有了更好的选择,那么刘芳毅便不再拘泥于形势,对他而言,干好当下的生意才是重中之重。 1993年,刘芳毅在美国洛杉矶注册了公司,主要从事乳胶手套销售业务。 由于当时美国乳胶手套行业还处于一定的空白期,刘芳毅的公司很快变成了整个行业的龙头企业。 刘芳毅做生意很实诚,这也是不少企业愿意和他合作的最主要原因。 掌握了一手货源的刘芳毅,丝毫不慌。 因为不管是医院还是下属诊所,药店,个人都需要找刘芳毅进货,乳胶手套一度被炒到了高价,刘芳毅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干赚的那叫一个腾满钵满。 但他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,他深知这个行业可谓是瞬息变化的,想要立足于不败地位就要不断地创新。 就这样1998年,他带着自己辛苦攒下的300万美金回到了国内,想在中国创建属于自己的代工工厂,他提供技术支持,对方提供场地和人工。 但是这样的经营模式并没有为刘芳毅带来预期的高收入,生产规模和产品研发几乎处于停滞状态,这种受限于人的生产模式让刘芳毅下定决心要转变。 为此经过多方考察,2005年,刘芳毅在资博创建了自己的首家废物处理公司,并取名为英科塑料加工有限公司。 为了最大程度的节约成本,保证产品质量,他从韩国引进了废塑料加工技术,投资百万美元只为用于废旧塑料的处理,用这些处理后的产物制作一些简易的家居用品,例如相矿、化矿等。 深受国外环保理念熏陶的他,对于废物的利用可谓是发挥到极致,先后与多家知名企业达成了合作关系。 经过长年累月的发展,每年英科处理的废旧塑料可绕地球两圈,这样的超产值为刘芳毅带来的不仅是收益更是知名度,越来越多的厂家开始与他洽谈合作事宜,技术不断更新换代产能也大幅度提升不少,然而真正赚钱的除了英科环保之外还有英科医疗。 与英科环保的经营模式完全不同的是,英科医疗是刘芳毅在有一定资金基础上创立的,对他而言,要做就要做到行业龙头企业。 在资金相对充足的情况下,2009年同样是在资博,刘芳毅创建了英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 第二年为了增加产品产能,他又到青州成立了英科医疗制品有限公司,其主要生产的产品就是帮助刘芳毅发家的乳胶手套。 掌握一定生产能力的刘芳毅开始不断拓展海外市场,对他而言国内竞争十分的激烈,想要杀出重围只能靠着出其不意,率先将国外市场收入囊中。 他先后在多国创建销售中心,生产和销售规模可谓是与日俱增,很快便成为了行业数一数二的龙头企业。 2017年,英科的成功上市让刘芳毅后续的战略计划有了保障,此后的他更是将发展放在了第一位,接连创造了不少奇迹。 2020年是英科发展的黄金时期,那一年全球爆发疫情,乳胶手套的需求量呈现爆发式增长。 对于刘芳毅而言,这同样也是一种考验,能否正确角色成了重中之重。 刘芳毅开始扩大生产规模,大批量的医用乳胶手套开始销往全球。 就连之前说,没有合作意向的国家也纷纷打来电话,想尽快敲定合作流程确定合作方案。 不得不说,疫情确实成为了刘芳毅发展的强大推力,供需要求的转变让英科走在了医疗用品销售的前列, 伴随公司利润的不断攀升,英科的股价也是水涨船高,成为了一支牛股。 刘芳毅见时机成熟,便开启了简直套现模式,仅仅花费5个月的时间,便成功减持1343.61万的公司股份。 这些股份为它带来的收益无疑是巨大的。 自此在各大财富榜单中,几乎时常看到它的身影,对于为何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, 多半离不开刘芳毅对未来发展的前瞻性相比较近距离的收益, 它更加看重未来,对公司的决策同样也是极为正确和明智的。 曾有不少人批判刘芳毅是在发国难财, 但要知道,即便没有刘芳毅,也会有其他人从事这个行业。 供需需求无论何时都是必须的,只要国家需要,那么企业就要去生产创造。 因此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刘芳毅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,赚了自己应该赚的钱。 那么假设屏幕前的你就是刘芳毅, 是否会和他一样当年毅然决然地从美国学校退学去做生意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。 鑫娅坚